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绝对绕不开她的另一半 因为她直接偷走了公民女神韩佳人的放心 韩佳人 韩国知名纯天然美女 她几乎承抱了每个韩国人的理想型 被誉为魅笔女王的她 鼻梁高挺早已成了韩国的整容范本 一颗性感的志也是韩佳人最为得意的地方 童年不说 还是不化妆更好看的类型 就连女人看了也会觉得心动 可让所有人惊讶的是 韩佳人在23岁如花般的年纪 而且还是事业巅峰时期 选择嫁给了严正勋 这也让大家疑问 严正勋到底有何魅力 可以俘获女神韩佳人的放心 这一切其实都与严正勋的家庭背景分不开 1978年11月6日 严正勋出生于韩国釜山广玉市 21岁这一年 严正勋通过电视剧《葡萄正式演员出当》 次年严正勋出演 由申允谢指导的SBS电视剧《Cast》 2001年严正勋搭档《申恩庆》《朴相年》 出演了当年火遍亚洲的大叫电影《我的老婆是大佬》 片中他饰演了戏份并不多的《笑名一角》 2003年严正勋搭档李泰兰 金浩镇邱向美出演了爱情剧《黄手帕》 也正是这部剧让他遇到了此生挚爱韩家人 剧中严正勋饰演外表像流氓 但内心单纯温柔的尹泰英 可惜的是剧中两人最后没能够在一起 但在戏外 严正勋却绝对反击追到了韩家人 参加两天一夜四时 严正勋也曾谈起了自己与妻子当年的恋爱小细节 真的超甜蜜 严正勋表示 一开始和韩家人见面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对其一见钟情 虽然觉得他很漂亮 但还没有心动的感觉 后来和韩家人一起拍摄电视剧《黄手帕》的时候 因为当时一场气氛绝佳的戏份 一下子就对韩家人动了心 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美得发光 而自己也被对方迷得神魂颠倒 后来在确定自己的心意后 果敢的严正勋在拍完戏 直接邀请韩家人一起去喝酒 可由于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也一同出席了 所以在酒席上两人并没有什么进展 不过在回到家后 由于难以抑制自己的心意 严正勋终于忍不住打电话给韩家人告白了 他叹言 自己当时内心真的十分忐忑 可是没想到被告白之后的韩家人一下子就答应了 一点推拉都没有 在电话另一头的严正勋也是激动不已 谁料韩家人还说了一句 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 话说这种双向奔赴的情节 也真的是要填四个人 最让人嫉妒的 还是2005年4月26日 仅在交往一年后 韩家人和严正勋踏入了婚姻的殿堂 韩家人的结婚 也是瞬间令无数少年哭成一片 很多人会疑问 为何正值事业上升期的韩家人 要嫁给当时不温不火的严正勋 这一切都与他十分显赫的个人家世背景有关 由于家庭教育十分良好 严正勋也成为了一个负责有担当的男人 其实演戏只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而已 他的父亲是韩国很有威望的老一位演员 严奎振 之后从事房地产 财富非常可观 所以严正勋的生活可以过得十分自由 完全不需要赚钱承担家用 除了演戏之外 严正勋还是一位赛车手和摄影师 多才多艺非常优秀 他不光学历高能力强 而严正勋本人身价也十分丰厚 据悉他和妻子韩家人的名下 拥有多辆价值昂贵的跑车 总价值超过五亿韩元 不过严正勋本人非常低调 很少谈起自己的资产 所以很少人有人知道 除了跑车之外 严正勋和韩家人在2010年的时候 搬入的南山高级别墅 价格也非常惊人的 多年前就已经价值三十亿韩元了 而且在装修的时候 还花了满入价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十亿韩元 以韩国现代的房价 这处房产升值了不止一倍 除了自身优秀外 严正勋还是 一有时间就会陪女神的三好青年 这么看来 韩家人选老公真的是选对了 在韩国这样大男子主义盛行的国家 严正勋简直就是一股清流 他曾经甚至在节目里 公开自己吃回家 而向韩家人下跪道歉的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时严正勋 为了哄韩家人 为自己挽回家 直接下跪道歉 爱你的人会越过亲身来爱你 用他自己特别的方式 这一碗狗粮 我也直接先干为敬 结婚之后 严正勋也变成了24校的丈夫和父亲 即使工作再忙碌 也会为妻子分担家庭的负担 并且对太太十分尊重 2014年4月22日 韩家人喜获第一台 不幸的是两周后 韩家人流产了 当时外界也流言纷纷 担心二人会因此离婚 但严正勋却一直默默 陪在韩家人身旁 为他抵挡外界的一切流言蜚语 给予他安慰及鼓励 终于在老公的陪伴下 韩家人走出了阴影 这些年来 严正勋也是多次尝试不同角色 挑战着自己的无限可能 悲伤恋歌 长腿叔叔 及电影《恋爱魔兽诗》中 都有他的精彩演出 2008年8月 严正勋与宋城县李延熙 合作出演MBC热火剧 《伊甸园之东》 剧中饰演李信的 经营检察官东旭 因为夺目的演技 严正勋获得了 MBC演技大赏 导演特别将 2011年 严正勋搭档李英雅 李源忠 张迅诚 主演了宣语剧 《吸血鬼检察官》 该剧一经播出 也是迎来了新一波的收视热潮 故事情节跌宕起伏 让人看了就一不开眼 深入抓住了观众的好奇心 再层层 波斯抄见深入真相 男主严正勋 演技也十分在线 同时为了拍摄该剧 严正勋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磨练高难度的动作戏 也体现了他作为演员的敬业 四年严正勋 写《吸血鬼检察官2》 回归也是再度让人眼前一亮 而婚后16年 严正勋与韩家人 依旧恩爱如初 终于在2016年4月 严正勋与韩家人 迎来了自己的女儿 取名BOSS 两年后女生 韩家人赛宣怀二胎的喜讯 2019年5月13日 韩家人也是在首尔 胜利诞下一名男婴 母子平安 如今的严正勋 也从公民小偷 变成了女儿傻瓜 记得在《人生酒馆》中 公开了他今年 才16个月大的女儿的声音 镜头下的严正勋 听到之后 开心的不行的样子 让人印象深刻 如今严正勋也是 婚姻幸福 事业成功 2016年7月21日 他与成龙合作出演的 好莱坞电影 《绝地逃亡》在中国上映 片中饰演犯罪组织 头目的左膀右臂 次年 他又在电视剧 《My X My》中 饰演松山集团财阀 《三世慕胜在》 2018年 主演电视剧 《我的爱情治愈记》 凭借精彩的表演 获得MBC演技大赏 联系剧部门 最优秀演技奖 就在去年 严正勋与女神李优利 合作主演了 爱情悬疑剧 《谎言的谎言》 戏中 他扮演了 亲切有正义感的 文化部记者 江志敏 抽色的演技 也是让人印象深刻 而自从结婚后 严正勋和韩家人 一直过着低调的婚姻生活 鲜少公开秀恩爱 此前 韩家人受 方格一PD之约 以费性嘉宾的身份 惊喜现身 韩宗两天一夜四 在节目中 韩家人和严正勋 自然而然的 光洒狗粮 弱得观众们 不由得感慨领了 结婚证的CP 果然最好课 看到韩家人登场 严正勋心事惊讶了一会儿 随后 马上张开双手 欢迎韩家人的到来 紧接着 严正勋很快 就开启恋爱高手模式 不但细心地 帮爱奇撑伞 还特意向其他成员们 说明 韩家人的综艺风格 以便他能够 快速融入 两天一夜的氛围 见到和往常 完全不同的严正勋 成员们纷纷向韩家人抱怨 严正勋经常冲他们发火 尤其是金钟民 还因此受了不少委屈 对此 韩家人惊讶地表示 严正勋从未对他发过火 说话都没大声过 结婚17年 严正勋对韩家人 一如既往的温柔体贴 两人几乎不吵架 怎能不令人羡慕呢 在步行去目的地的时候 严正勋和韩家人 要么是手牵手 要么就是手挽着手 仿佛连体婴 甜蜜的 像是刚结婚 17个月的夫妇 因为严正勋和韩家人的氛围 实在是太甜了 不仅勾起了未婚成员们 想要结婚的心 还让丁丁忍不住上前 偷亲严正勋的手 想要加入他们 成为这家人的二儿子 在车辆移动期间 韩家人验证了严正勋 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都会寻用他的传闻 在韩家人看来 严正勋是一个 没有判断神经的人 吃什么食物 喝什么酒 穿什么衣服 都要他来决定 不仅如此 严正勋还会向韩家人 报告他的一语一动 并且愿意将真实的一面 展现给老婆看 许多观众只看到 严正勋无微不至地照顾韩家人 其实韩家人也很照顾严正勋 虽然他总是喜欢第一次老公 为了能让输掉比赛的严正勋 吃上可口的饭菜 韩家人还临时增加了 赢了韩家人的游戏 在和严正勋进行 久久惩罚口诀的比赛中 就算学院出身的韩家人 还故意说错四成二的答案 另外 韩家人对严正勋的爱 一点都不比他少 当起庄歌响起后 韩家人立刻就听出了 是严正勋 于2005年发新的歌曲《奥妃勇》 并能够准确地唱出歌词 而且唱得充满感情 在最后一次乘车移动期间 韩家人透露恋爱时 每天都会写信 然后把几封信 制作成蛋糕的模样 送给严正勋 由于严正勋特别喜欢汽车 所以韩家人 还特地定制了车子模样的蛋糕 并写上他的名字和年龄送给他 最令人感动的是 韩家人说他的梦想 是等孩子们都长大了 自己想经常和严正勋 一起去乡下旅行 然后像那些恩爱的老夫妻一样 手牵着手老去 韩家人还唱了他很喜欢的歌 《不华丽的告白》 这一表达他想和严正勋 携手到老的想法 最后也祝愿女神 韩家人与严正勋 一直幸福下去 期待看到夫妻俩 更多优质的作品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咔咔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